6月17日 据台媒报道 知名主持人吴宗宪的父亲昨日病逝 想念90岁 吴宗宪这几天原本在外地录制综艺节目 当听到父亲病危的消息后 他立马中断录影连夜搭高铁赶回去 只为见爸爸最后一面 吴宗宪表示 爸爸是昨天下午在医院驱使的 我有见到爸爸最后一面 爸爸走得很安详 全家人都陪在他身边 他的医院是让我好好照顾妈妈 我和女儿吴珊如的工作照常 我家的家规是快乐送行 关于父亲的丧力 吴宗宪不会对外公开 只进行佳祭 尽量保持低调 不引起过分关注 事实上 吴宗宪是娱乐圈公认的孝顺儿子 过去受访时 他曾多次提及父亲 据了解 吴父年轻的时候患有抑郁症 后来又转化成躁郁症 不过他一开始不知道自己有病 没有及时看医生治疗 不懂得控制自己情绪的他 经常打骂儿子吴宗宪 让吴宗宪难过不已 一度怀疑自己不是亲生的 所幸 吴宗宪没有责怪父亲 当他了解到父亲是因为患有心理疾病 才那样对他 他很快就释怀了 对父亲越发的疼爱 尤其是赚到前一后 吴宗宪于八十年代出道当歌手 虽然他唱功不俗 但当时乐坛人才积极 他没有大火起来 为了寻求突破 他后来转型当主持人 凭借着出色的口才 以及敏捷的反应能力 他在综艺圈混得风生水起 先后主持了多档高收视的节目 一跃成为一线主持人 赚得盆满钵满 在娱乐圈赚到钱以后 他不仅买了豪宅给父亲住 还不计成本给父亲养老 三月份 吴宗宪受访时透露 父亲年纪太大了 身体器官机能逐渐退化 需要不时洗肾 过年前就已住进了加护病房 由于他工作比较忙碌 所以拜托哥哥照顾父亲 入住加护病房开销非常大 吴父当时已经住了两个月 但吴宗宪并不在意 他还放话 我决心把父亲养到120岁 六月份 吴宗宪再次谈及父亲 他说父亲精神很好 总是拿着他公司新推出的卡拉OK唱歌 他还承诺 如果父亲身体好转 便将卖产品赚到的钱 拿出来做善事 可是事与愿违 吴父终究没能撑下去 永远闭上了眼睛 最后 希望他一路走好 痛失亲人的吴宗宪能节哀顺便 吴宗宪是台湾综艺节目的著名主持 他的主持风格极其的幽默浮夸 有些无厘头 尺度略微有点大 他的主持深受年轻人欢迎 在你生活紧张 情绪低落的时候 不妨看一下吴宗宪主持的综艺节目 他会让你开怀大笑 这是一剂能够治愈的良药 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吴宗宪 感觉他非常的有活力 非常的会搞笑 其实他已经是中老年人了 从命线上就能看得出来 吴宗宪的年龄应该是比较大的 他不是娱乐圈的那种冷冻男神 吴宗宪也不是靠脸吃饭的 他是靠才华吃饭的 吴宗宪的脸看起来有多大年龄 那他就是多大年龄 1962年生徒生徒长的台湾人 他25岁以歌手的身份出道 那时候的他也是以帅哥著称 当时的他很腼腆 很文气 彬彬有礼 跟现在判若两人 不知道从那时候到现在 吴宗宪经历了什么事情 才让他变成现在的这种 无厘头疯疯癫癫的样子 吴宗宪当年到底有多腼腆呢 吴宗宪曾在一个节目上说过 他之前是一个很腼腆 很内向的男孩 甚至有些社交恐惧症 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 吴宗宪喜欢上了班上的一个女孩子 当时不太会用言语表达的吴宗宪 只能靠写信去打动女孩 整整写了700多封信 追了整整11年 但还是没有追到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到最后 甚至都讨厌吴宗宪了 看到吴宗宪就心烦 并从此断绝与他交往 如果凭现在的吴宗宪这样的口才 死配赖脸的肯定能追到女孩 是什么让吴宗宪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呢 是因为当时吴宗宪的家里条件不好 吴宗宪学习也不好 正是青春叛逆期 吴宗宪干脆在16岁的时候就外出打工了 当时吴宗宪也不知道干啥 但自己喜欢音乐 会唱歌就去民歌餐厅应聘 没有想到真的音聘上了 吴宗宪成了当地最小的助唱歌手 在当助唱歌手的这段时间里 吴宗宪充分张漏了自己的才华 得到了圈内音乐人的赏识 于是吴宗宪正式进入了娱乐圈 他在25岁那一年发行了自己的个人首张唱片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想起我 这个高亢嘹亮的声音当时在乐坛 引起了不少的轰动 之后的吴宗宪更是选择了参加了各种演唱比赛 都取得了不错的名词 爱折腾的吴宗宪又想往主持界发展 恰好那一天吴宗宪参加比赛时 主持人因为生病没有来 吴宗宪就自告奋勇地想去主持 没想到主持的效果非常的不错 还挺有舞台员的 就这样吴宗宪在各大唱歌比赛中都担任主持人 主持超过了2000场 这当中吴宗宪累积了大量的舞台经验 主持技巧 经常妙语连珠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在1995年吴宗宪33岁的时候 主持了他的王牌节目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和后来的周末八点档 吴宗宪在主持界大放一菜 成了主持界的一哥 主持各种颁奖典礼 还获得了各种最佳娱乐主持人的奖项 此后更是在内地来到内地发展 主持了很多内地的综艺节目 和赵忠祥 倪平这些央视主持大腕都有过合作 都得到了不错的反响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吴宗宪主持的当时四川卫视的两天一夜 真的太搞笑了 吴宗宪的临场应变能力真的超强 不断引爆出各种笑点 吴宗宪在节目里思维非常的跳跃 而且他非常的聪明 主持节目从来不彩排不做准备 完全就是靠即兴主持 当然这跟吴宗宪有深厚的主持功底也有关 吴宗宪真的是主持界的天才 往往没想到吴宗宪年轻的时候 是那么样的内向腼腆 会转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吴宗宪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转变 是来源于他内心执着的信念 他是一个很努力的艺人 能从他身上得到很多的东西 他是那希望晚辈综艺主持人的学习的楷模 他是大家茶余饭后的精神粮食 日前据台媒报道 知名主持人吴宗宪宪宣布将淡出娱乐圈 未来或到上海买吸尘器 引发网友热议 近年绿绿传出综艺天王吴宗宪 将要退出娱乐圈的消息 在女儿吴善如宣布自己即将结婚的喜讯之际 吴宗宪终于回应了自己的退圈传闻 据吴宗宪表示 我慢慢淡出 因为媒体界我已经越来越不适应 每天要面对很多的记者朋友 对于自己退圈后的计划 吴宗宪也早有安排 他透露道 自己在上海浦东设立的办公室 已经装修好一年多 本来计划2021年到上海去做生意 卖吸尘器 但因为自己第二针疫苗还没有接种 所以一直没能前往上海 此外 由于王房两地需要隔离20多天 所以计划会不会改变 吴宗宪称自己一直在考虑 不过对于自己退圈后的生活 吴宗宪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他认为 地球不会永远这样的 有一天一定可以更好 等到疫情好转 他就可以经常 王房两地当空中飞人 至于自己手头上正在主持的三个综艺节目 综艺大热门 综艺大集合 小明星大跟班 吴宗宪表示自己会另做安排 但不会找人接手 事实上 吴宗宪已经不是第一次 流露出想要隐退的想法 早在2009年 就有报道称 他因为在娱乐圈每天都很不开心 所以想要退圈 专心投身环保登剧事业 2020年6月 吴宗宪又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长文 一边肯定女儿吴珊如的演艺成绩 一边写下 我也很想让你知道 爸爸已经气力放尽 相方设法要离开演艺圈 等字句 2021年6月 吴宗宪在参与 访唐节目录制时 再次宣布自己将随时退出娱乐圈 而此次退出的理由 是因为 他觉得台湾艺人 活得没有尊严 常常被人质疑 为什么可以挣这么多钱 好像自己的努力 没有被认可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